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舍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有座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祁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判转的打测 这不受得不堪 记住着 你人和 были 也不是伤心的 一哟预集成一ant 搜 cou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悄烈的信心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要求你了什么 当我消失了 我必须要求你了 有什么都尊敬心 然后做到你的身体 如果自己有什么都尊敬心 就要求你了什么都尊敬心 就要求你了什么都尊敬心 念完那衣服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开始讲 供养身体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愿意我身心 横险佛佛子 恳请爱那树 我愿为尊仆 这个是颂词当中 那么他的讲义 也就是说 诸诗里面是这样说的 在圣佛师母的佛陀 以及一切佛子前 我愿恒时供养自己的身体 诚恳请周围 圣尊菩萨 能完全接纳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已经供养 给所有的十方诸佛 菩萨面前布施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我执 这种我执 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断除 没有断除的话 那么始终都是依靠自己而造业 我心甘其愿 做众师的仆人 对你们言听即从 其愿能慈悲舍持我 那么这个身体是不是 诸佛菩萨特别需要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对殊胜的对境 供养自己的身体 能减少自相续当中的我执 如果我只减少了 那么我们利益众生 发菩提心等等 做任何一切善事很容易的 就算了 您好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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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身体的执著 依靠身体而造的业 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讲 把身体做布施 这一点有关佛经当中 也是有明显的记载 以前的十方诸佛菩萨 对这样的做法是极为赞叹的 自古以来高僧大德们 也是对这样的善举 接力推崇 利力世间的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 大乘佛教徒 一定要对自己身体的执著 尽量断除 如果实在不能断除 对自己身体的执著减少 从佛经当中来讲 《能严经》当中也是 也应该有讲的 比如说我们对身体的供养 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讲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 经常所谓的燃之功夫 这样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对身体的一种供养 身体对诸佛菩萨面前 也是供养的 那么《能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能够在如来的身相面前 烧燃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烧自己的脂戒 或者在身体上 做烧戒巴等等 如果这样 佛陀就这样说的 是人我说 无是寿宰 以是除皮 像供堪扯仁波切他的一个 《闻大路》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显宗当中一般来讲 燃之功夫 也是为了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贪扎 而这样安立的 而密宗当中 因为自己的身体 本来观想为诸佛菩萨的 清净贪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没有燃之也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根据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执著来吹奋 如果按照显宗的观点 也是自相续当中 真的与如来的贪承 无二无比 或者对自己身体没有执著 而观为清净贪承 根据显宗的观点来讲 也是不燃之功夫 这一点也是可以的 如果作为学密宗的 一些密宗的佛教徒 他也是对身体 特别有贪执 对身体有不清净的感觉 或者有这样的见解 那么我认为做燃之功夫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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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欢迎订阅 请不要投赞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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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供养诸佛菩萨 这种方法应该是很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在佛陀面前或者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一些上师面前自己诚心诚意地将自己的胜口音全部供养 那么应该说这是有一定的功德 真正能自己的身体做这些表示 我觉得如果你的心不清净恐怕不太好 作为我们凡夫人真正遇到一些身体上的感受 这种痛苦的时候有时候不生起后悔也相当困难的 一般来讲可能真正用火焰绕上你的枝头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在这样的 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悔心 首先应该自己值得观察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为了利益众生 自己身体作这样供养也可以 但即使你在不明显地这样供养 实际上从内心当中发愿 我这个躯体 我这样的不净身体 从此以后来自身世之间 一定要为佛教做事情 如果发这样的愿 我认为真的自己的身体 供养佛教或者供养上师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自相续当中 要生起一个菩提心 首先我们对诸佛菩萨 最可贵的 最难得的 最可爱的这些东西 全部一一地供养或者舍弃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体 自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特别执著的话 那么所谓的 利他的 忘我的 这样的菩提心 在我们心当中能不能生起 这一点也有一定的困难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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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了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摄手 有了他们的保护或者加持 有了这样 我在轮回当中 不管怎么样度化众生一点也是不害怕 一定会饶益众生 如果我罪业深重 则无法利益众生 因此为了真正摆脱以往的罪业 而真心忏悔 历时今后不再造罪 应该在心的相续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誓愿 这里有许多的一些上师们 把这一段讲为用四对之力来解释 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供养了 身体供养完了以后 他们已经摄氏我了 摄氏我以后 我现在作为自己来讲 应该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做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菩萨已经摄氏了我 那么我就成了 诸佛菩萨如来家业当中的意愿 如果我成了他们的意愿 那么诸佛菩萨的 唯一的事业是什么呢 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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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要想利益众生 我第一个一定要对恭敬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以佛法来饶益众生 第二个自相续当中的 这些罪业一定要清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大德把这后面的颂词 通过四种对治力的方式来 进行解释 比如第一个所以对治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宝 诸佛菩萨 或者自己的根本上师等等 这些作为所以对治力 在这里所以对治力 破恶对治力的话 那么我们以前 在自相续当中所作的这些罪业 现在自己特别地后悔 就像佛老毒药一样 心里有这种后悔 这叫做破恶对治力 然后我们现行对治力 通过这种方法 修习种种法门 要么念百字明 要么修菩提心 要么观想 金刚萨埵等等 这种方式来开始 进出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身心得意 清净 这个就叫做现行对治力 最后恢复对治力 所谓的恢复对治力 就像喝了毒药以后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喝法师 再也不喝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做了一些不如法的 身口意的罪业 那么从此以后 在四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要发誓言 再也不造作这些罪业 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这样讲过 首先所有的有路供养当中 当然布施身体的功德是最大的 应该功德是最大的 但是不管是你在诸佛菩萨面前 或在上师面前 如果你要供养身体 首先必须要值得再三观察 如果你没有再三观察 超衰的 或者未经观察的情况下 你就随随便便 供养身体 供养身体 后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没有坚定的事业而退失信心 这样过失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在 发行过程当中 自己要再三观察自己的心 这一点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 非常内容的理由 我们船南无法养身体的合影 选择 我们把腹缺一个工程的好奇 在一观察 这是一观察 我叫我把腹缺一个工程来 完善了 我因为他们在太多年 能发行不过 关轻人物工程 都可以对我打出 很重k 所以我做了 因为你今次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作意幻供养 也就是说第三个意幻供养 如云 下面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有怎么样 总共有十二种意幻供养 这个意幻供养以一种偈颂的方式来终结 那么下面把这十二个意幻供养 一个一个地给我们做了介绍 下面意幻供养分为十二种 其中第一个 首先是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那么他的讲义里面是第一个 讲的是母语 诸诗当中这样讲的 用忏养熏染的 与世散发出普遍的方向 我们学习《般若经》或者《玄广庄论》的时候 到了第一地菩萨以后身上的五狗 身上的一些尘狗 还有食者等昆虫以及很多这种不经的部分 在得地菩萨都是没有的 何况说是佛陀根本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一些母语的意识呢 做了这样以后实际上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得以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佛陀是一切功德圆满的智慧身体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对境 然后对他以清净的心 来进行做母语 这样以后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资粮得以圆满 所有的罪业得以清净 感谢观看 金刚才能辞啊 好 可以 好 谢谢 好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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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他讲语里面是这样讲的 在此预备好承满头香培成的月以香水 鲜花许多金等宝品 随着各生悦因而清一切善事 否则沐浴 那么我们一边在宝品当中装满妙香 烧香 熏香 所组成的一些鲜花 或者是甘露水等等 这样一边拿着金品 银品 蓝宝石等等这些珍珠品 就是与诸佛菩萨的圣相 进行沐浴 那么同时在念诵的过程当中 也放出一些音语 真正最重要的 在释迦牟尼佛讲生的时候 或者释迦牟尼佛 一些在他的节日当中 为佛做这样的母月 确实功德很大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传统 我觉得有些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的佛像 你铜像也好 金子的金像也好 这些像可不可以 把上面的灰尘打烧一下 应该在清净的水 如果你可以洗的话 清净的水 把它洗一下 以前藏传佛教的 有些老修行人 他经常用一些羽毛 空穹毛 以这些在佛像上面 金树上面 或者一些佛塔上面的灰尘 每天都擦拭一下 每天都擦干净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对佛像也好 或者佛堂做一些 应该以母语的表示方法来指导 为了遣除自小续当中的 一些罪业 应该做这样的仪式 平时在行为当中也不可缺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vor sir 给我查看 欢迎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讲的是第二个 也叫做茶室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讲的是茶室 因为刚才迎请诸佛菩萨 已经做了母语仪式 等待诸佛菩萨母语之后 用妙相熏然 清洁柔软 无以伦比的义务 进行插拭他们的身体 下面讲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妙语 意思就是说 插拭完毕以后 用各种处断 开始付上 还上妙语 对于出家僧众的 诸佛菩萨来讲 应该供上袈裟等 和出家身份的芬芳妙语 对于僧众在家装俗的 一些尊重 就是像一般文殊菩萨 像观神菩萨 宝生相的 这些按照 印度国王的装俗 以前有些历史家 这样认为的 像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像出家装俗的 化身装俗 穿着善意 所以我们观想 对所有的出家僧众 出家尊重 那么供养善意 对在家身份 在家形象的这些 那么用宝生十三服装的 十三素的衣服进行供养 现上四财各衣 柔软飘逸的妙衣 这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平时我们自己的一些衣服 或者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 供养给诸佛菩萨 供养寺院的僧众 这样也有很大的功德 平时我们对像佛陀那样 殊胜的对境如果遇到 当然不用碍语 没有这样的话 一般来讲 对圣者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对上师供养这样的衣服 也有很大的功德 我一定不 Kaisk萨面前 今天我也在那里 就这样了后太绰慨了 这就很难控制 这是号遇到 我集中的行司 请请请请请请请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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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度支持 请请请请请请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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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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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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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品 庄严见真谛而成为圣者的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观资哉菩萨 金刚素菩萨 弥勒菩萨等 应该也是在诸佛菩萨面前 刚才诸佛菩萨观想以后 他们进行沐浴 沐浴完了以后身体擦拭 身体擦拭以后供养妙衣 供养妙衣以后还要装饰品 你光是穿一个衣服 没有装饰一点都不好看 你一定要脖子上挂个什么项链 还有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项链 把粘珠挂在脖子上 这样也算是一种装饰品 要供养装饰品 供养装饰品的功德 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在自相续当中 自己如果身上佩戴的一些 金银财宝的装饰品 实际上人死的时候 这些都变成了 下一代的人的装饰品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供养一些佛像 供养一些真正的 殊胜的对境 总而言之 我们平时在这样发心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发愿 我通过这样的供养 通过这样的发心 让无量的众生获得利益 始终都是有一个利他的心 不管是你做什么善事 这一点应该一日不忘善行 一定要要求自己 比予科学专名做 praying alors IM蒙 mejor вы読壳ől寻 Para这些状况 这些发言 这个オスタ regul家装饰品 говорю 站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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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